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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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 很高興見到你 廣時說 我們已經回到二十一世紀了 早就到了還在這裡睡 記得快點幫我找 不是, 是幫香港故事找回資料 廣時說, 波斯 我們二十二世紀那些超光速網絡電腦 沒那麼容易壞 為甚麼突然之間資料都沒有了 天有不測風 電腦壞了就很頭痕 總之別問太多了 我特意把你送回來二十一世紀 就要你找回資料 記住 要找一些有特色 和夠經典的香港東西 你失機無神讓我回來這裡 不是說找就找的 你已經到了目的地了 下車就知道了 又要有香港特色又要夠經典 挺難找找的 有沒有一些提示的 是 一樣 天船地車 是甚麼 你這麼聰明又英俊 一定知道的 波斯 英俊 我是阿忠 來自一百年後的香港 一個國際化超級大都市 因為香港故事檔案系統出現漏洞 波斯特意派我來 運用我的機制和推理 去翻查二百年來的資料 最重要是 要找到有香港特色的物品 回去當檔案標本 一世紀 sair 兩世紀香港人有多 車有多 人海茫茫去哪裡找呢 看來我這次也要鑽洞鑽洞 多下樂點功夫 天船地車 不那麼便是天升小駻 我換過多少套衣服 忘記了不要緊 其實我是想告訴大家 在我身後的天星小輪碼頭 去到搬過很多次的地方 這個位置已經是他的第六代 而且當中還發生過不少動人的故事 香港在1841年開埠的初期時 很多道路都未開闢 其實主要交通工具 一般來說車輛是沒有的 只有一些矯子 但是道路未開闢 你想去遠的地方 香港都是靠木艇、船 最早期在中環去沙幾灣 或者中環去香港仔 基本上都是靠木艇 即是那些道輪 甚至最多人 因為行程最短的 就是尖沙咀去到中環 所以尖沙咀到中環的航線 一直都是最繁盛的 這樣 然後去到1870年代 有一位拜火教的巴斯商人 組織一間香港小輪公司 多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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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vroji Mithewala came to Hong Kong in 1852 as a cook on a stowaway ship and he formed this company called Kowloon Wharf after that he sold this company Kowloon Wharf to Hong Kong and Kowloon Wharf Company which I believe was owned by Jardines at the time and that was in 1898 Kowloon Wharf Company Doraji Mithewala拿回來的船 都是一艘曉星的船 所以天星的命名 就是因為船隊裡所有船都有個星字 所以命名了當時天星小輪的名字 其實天星小輪綠白色這個顏色 是有特別意義的 主要來說 白色在上面代表天 而下面綠代表海 就是上天下海 所以天星小輪是將天和海融合的 一個最主要的船工具 也凸顯了天星小輪 在維多利亞港的重要角色 原來二十世紀的天星碼頭 是在愛丁堡廣場的 以前只是寫著往九龍 經常被人錯覺這裡是九龍 其實意思就是說由這裡去九龍 但是翻查資料 天星碼頭最早是在雪廠 街盡頭和乾樂道中海旁的 開始的時候 是一座三角形用茅草搭建而成 很簡陋的碼頭 後來興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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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維多利亞式牌樓設計的碼頭 而在1958年 碼頭就搬到愛丁堡廣場 大會堂對出那裡 我從1984年1月11日來天星公司 當時這份工作是一名普通水手 還有一個低層造型 例如做水手,上嵐、系嵐、落板、樓上 甚麼都做 做到現在,一共28年 以前的鐘,每一次響 都是有一個樂譜 假設它是1時 肯定來說就是… 以一個很草根的水手來說 我們好吃飯 這二十多年就看了維港的變化 航道本身是很寬落,現在變窄了 以前進來的時候 一百多年是英國佬本寺 今時今日是中國人作主 以前維港的水質很漂亮 在天馬艦時,有時做到晚 看著海豚 十幾條海豚 有前面海豚主人的艇開路 十幾條人游來游去 好像標誌的香港自由自在 但今時今日船艇多了 好像近十年八年沒經歷過 香港,即是日本人來之前 那個種族分得很清楚 是中國人不准坐頭椅 只有去英國人才可以坐頭椅 或者是外國人才可以坐頭椅 後來日本人來了之後 就可能思想有多少改變 那時候就是貧富之分 你有錢,穿得起你就可以上頭椅 否則你就坐三椅 當年我畫畫 可以說是鍛鍊的技巧 很多都是在船上鍛鍊出來的 因為三等船當時是沒有座位的 下班的時候就好像很大的 有些是賣牛雜 有些是在表演 都是為了生活 當時我就躲在二角 站在船邊去偷畫 這就是當年在三等船裡面畫的速写人 人人像 現在這些形象在現時代已經不存在 我最欣賞天星他完全是老人家免費 所以當我走過那個站的時候 叮噹地覺得自己有一種自豪感 在1966年 當時香港天星發生了一件很震撼 一種國際的事就是加價 加價斗檸 斗檸即是五仙 原來在這五仙當時的作用很大 我記得我們六十年代的時候 我們只吃了一個早餐豪半寺 一號寺就是白粥斗檸的油炸鬼 你想想加價斗檸即是加一個早餐 一個小三分之一 所以就非常之大 自從那個加斗檸之後 就演成了一個暴動 六、七年暴動 但這個暴動之後 另外又對我們香港人有一個自主權 為甚麼呢 在六、七年之前 香港人一般的市民 都是覺得自己在這裡生活 都沒甚麼自主 但是自從那次暴動之後 就發現我們有我們的身分 香港人對天星的感情很深厚 無奈政府為了興建中環海旁妖道 要填海 碼頭終於難逃押雲 它又要搬了 在2006年11月12日 開始搬到國際金融中心 對開的海邊 因為事實上在未搬遷之前 尤其是尖沙咀中環線 每一天的乘客量 差不多有五萬八千人 它單以船費收入 每一年都有一些輕微的利潤 財政的健康狀況都是穩定的 但自從搬到中環碼頭時 在地理上上工作也不太方便 在第一年已經錄得到 那個跌幅是差不多18% 再之後就因為兩鐵合併 直至到現在的中環碼頭 這條航線已經金飛色比了 我們以前天星幾乎是香港過海的主要交通工具 但這家不是嘛 是輔助 我們始終都是一個地標來的 我相信廣大市民都不想說沒有這條航線 沒有這條航線